第一格的話呢 上面請各位就是做 參考那個什麼呢 參考我雲端上面這個完成畫面 反正我希望做出來就長這樣就OK了 那裡面的話有一些可能沒有講到 反正盡量就做 做的跟他相近就可以 那我們由上往下做好了 上面的話呢 當然從A到J 那你會發現這邊本來會有 J8910個 十個儲存格 可是問題他現在變一個 這叫跨欄至中 所以呢我們可以怎麼樣 先在哪裡呢 先在A到J欄 做什麼呢 跨欄至中 按下他 那欄框可以加大一點點 這邊的話你就輸入什麼 輸入99乘發表 所以這邊的話你就自行輸入那個99乘發表 然後這個名稱 複製一下好了 把它打勾 把這個工作表名稱也叫99乘發表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在這個底下 第一顧已經完成了 那再來往下 字型的話呢 我們就針對他的字型 自己再把它改成標凱體 字的話呢 把它加大一點點 所以這邊的話呢 字 部分的話我把它改成大概差不多 28號字 然後那個字的大小的話 字體的部分把它改成標凱體 這樣的話我就做出我要的效果 接下來的話呢 我在這邊呢 先控一列 底下的話輸入1到9 1到9 所以控一列之後 這一列控下來 然後再到底下這邊呢 輸入1 1到9呢 怎麼樣比較快呢 按Ctrl鍵 記得拖拉過來 按Ctrl鍵 它旁邊會多一個加號 有沒有發現 那個十字上面有個加號放開 1到9就出現了 如果你沒有按Ctrl鍵的話 它變成說你向下填滿的話 它會變成那個都是1啦 所以如果你按Ctrl鍵按住 向下拉 它就會變成1到9 那我們就 先把這個1到9先做出來 然後並且把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把它置中 因為它可能要置中 那置的話呢 我們把它改成叫微軟症黑體 因為看起來好像它微軟症黑體 並且加粗 讓它漲的 就跟這個上面要的結果是一樣 那再來的話呢 我希望 這裡面呢 可以出現什麼 1乘1等於1 2乘2等於2 那也就是說 這個放在前面 有沒有發現 這個放在前面 前面好像是什麼 被乘數嗎 後面是乘數 結果就是兩個相乘的結果 那問題來了 我要什麼方式 可以快速的把這些事情一次就做完 所以如果你要一次做完的話 當然不是叫你什麼 1乘 我們用x好了 小x 1 等於1 那這樣如果你再過來的話 2 乘 1 等於2 那你不是要輸入81次嗎 所以 我如果說我今天不希望用 土法鏈鋼 我希望呢 能夠做一次 公式做完之後的話 向右 向下 他就可以全部幫我把99乘法鏈一次做完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特別注意喔 這個你可能需要用到公式喔 這公式的話 等於什麼 這個 放前面 那乘的話呢 就串接 一個 x 小x好了 沒有小x代替 and什麼呢 and前面這一個 等於的話就再串接and and一個等號 再and兩個相乘的結果 那就是這個 乘 這個 打個勾 這樣 乘 對啦這個這個打錯了 我看一下 這個 串接 串 這個串 少串一個都不行喔 所以剛剛我打錯啦 這個應該雙引號 打勾 OK 出現了 但是呢 如果我希望向下 向右 一次 就完成的話 但你現在如果向下不OK啦 為什麼 因為他會跑掉 有沒有 向右 OK呢 也不OK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能夠 做完之後 一次就搞定 這邊可能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你向下拉的時候有沒有 你這個列不能變 所以三列不能變 向右拉的話 A欄不能變 所以 有一個 蠻重要的 三列 請你在三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固定 A欄不能動 所以A欄固定 三列 A欄 有沒有 也就是在他的標題列 跟標題欄 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九九成發表 一次就做完了 你可以看懂意思嗎 因為 我前面講過 為什麼 我們藍列的鎖定 我一直特別強調 三列 A欄 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什麼會變 三列會變 可是我不能變啊 所以請你把它鎖起來 鎖起來 向右的時候呢 A欄不能變啊 所以把A欄鎖起來 A欄鎖起來 其他都沒動喔 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向下 向右 向右 一次 就搞定了 OK 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完成第1步驟 畫面還給各位 好緊張 好緊張 謝謝 好緊張 謝謝 大家